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高興能夠再次到達我們的古略研究所 來參加我們的結業典禮 我記得開學的時候跟大家報告過 我們參加這個研習班的目的 就是希望把台灣的美食給推薦出去 不管各位來自哪裡 我們敲耳會都歡迎大家來參加這個研習班 尤其是烘焙業 台灣可以說長途的進展 吃麵包 在海外各地來講 台灣口味是最多的 非常非常多 比文海還多 我也跟各位報告過 我們來參加研習 如果是業者 可以在精心研究創新跟老師 大家互相的研究創新 新的產品 新的口味 那你如果要進入這個行業者 那你也可以從各地的參訪之中到白木屋 到鍋園藝 到其他的烘焙業者 去看人家做什麼樣的一個產品 你可以一個產銷的通路讓大家了解 那你如果是一般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家庭的生活 家庭主婦們 你們要進入這個行業 那也可以提高生活的品質跟情緒 來交一些外國朋友 那來參加 並不表示你一定要當老闆 但是你可以是說 以後你當老闆 你知道萬一你的大廚或師傅 代工或是不來的時候 你怎麼辦 你至少還可以去進入這個狀況 定補一下你的位置 至少這個行業你不外行 你不會被他蒙過去 換句話說 參加這個研修班 對以後你的事業 或是你的生活是有幫助的 更難能可貴的 參加這個研修班 大家可以互相認識 那互相了解 年紀越大 朋友越難交 尤其是在座的各位 都是三十幾歲以上的 對不對 其實不只啦 所以也希望 希望有這個平台 給大家互相認識 那我們這一次的 烘焙工夫團 非常感謝我們的研究所 在這個巴黎這個地方 這個是台灣 最具權威性的一個服務研究機構 培育出很多的烘焙的大師 所以在尤其是各位老師 給我們精心的指導策劃跟教學 我們喬委會 表示非常的感謝 那我們這次的烘焙班 也是我們的喬委會 林處長、劉科長 大家以及我們的同仁 大家共同經營的 那大家結業以後 希望能夠應用我們的 全球華商的資訊網 來參加我們的海外華商的 經貿學院的聯誼會 有什麼活動 也希望大家借這個平台 來把各地的意見 提供給我們做參考 那今天 大家這個結業 我要代表喬委會 來對股物研究所 表述我們的感謝 也代表喬委會 來 謝謝大家參加 也祝福大家 生意興隆身體健康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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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第一天知道了 可以來參加這個課程 我就非常非常興奮 然後其實我很早就飛回來了 然後我就一直期待 期待要來上這堂課 然後開學的第一天 我就看到同學們大家都很陌生 那可能是因為我職業的關係 或個性的關係 我就希望這個場子一定要做熱 你知道嗎 才會有活力 那許副主委也說了 這個大家呢 就是要這個錢裝口袋的時候 心情會滿滿的 對不對 那其實做很多事情呢 我們都需要團隊 那我覺得台灣的很多文化 他有很好的團隊 但是他不知道怎麼樣的包裝 怎麼樣的營銷 那我只是希望藉由參加這一次的課程 認識很多大家風陪烈的前輩喔 然後能夠把台灣的文化宣傳得更好 那所以呢 我希望去做跑腿的 因為什麼我可以了解很多業者 或很多全球五大洲 每一個地方的洗劑都不太了解的狀況之下 把它融合在一起 所以呢 我是很甘願自建來 自己自我推薦來做這件事情 因為是甘願所以就不怕難 是甘願你就不怕累 對不對 所以你們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要感謝 喬委會古研所 給我們大家一起 有這樣的機會 謝謝大家 謝謝 這是第一次參加這個 古研所所主辦的這個課程 我很高興 而且我是經過一波三折的來到這邊 在半路途中 我的護照已是了 我這樣啊 對 我在吉蘭波大概三天 趕做那個製照 那個護照 才能夠過來 我非常的高興地過來 來這邊 我這個事業我做了八年 我做其他行業做了二十幾年 可是我是以目 我很喜歡這個行業 所以我把我以前的一些丟掉 重新開始 所以八年下來 雖然真的是很辛苦 我可以早上三點到四點 到晚上十二點 不停地做 等三年之內 我可以說沒有 所以我這個是跟大家共享的 就是說 這個行業不容易 可是在你很喜歡的情況之下 以你的夢去做的時候 是很值得 雖然金錢很重要 可是我覺得精神上的 也是回歸很好 謝謝 謝謝 烘焙的這條路 和在釀酒這條路 我覺得都是相似的 因為我覺得都是要用愛心 要用熱忱 那你出來的產品 我相信你的消費者 都會感受到你的真誠 你的誠意 所以你的產品一定能夠 讓廣眾的消費者接受它 很喜歡做蛋糕 可是做麥頭那些 我完全沒有知識 因為每一次看書座 做出來像石頭可以丟了 但是我做了 我就發現到 它的那個發酵時間的前後 對我們做麥頭出來的效果 完全不一樣 而且因為我是在 我一年四季都是夏天 所以我就發現到 我回來這邊的時候 其實我還不帶司力 因為我住桃園 所以我早上四點半就騎船 趕五點半的火車 所以我每一天就是這樣通車 通了將近一個星期 不過我覺得這邊的學習 讓我很開心是 每一個人都有那個熱忱 然後每一個人都會互相交流 然後從老師的愛心跟熱忱 那我覺得這個行業是不錯 不過也有它的代價 可是文蕾麵包告訴你們 實在很難吃 所以我才會成這樣 謝謝 今天也可以看得到 我們來自海外各地的 這些小姐的朋友們 大家都請去在這裡 可以看到他們的作品跟成果 可以說非常的豐富 那印證了我們的台灣美食 可以向海外推展 研發了一個本錢 換句話說 我們台灣的這個產業的創新 研發的力量 實在在我們今天的烘焙業者 可以得到印證 那也是我們馬總統上次所提到的 我們的鳳梨書產業 在海美開放兩岸以前 是差不多70億的產值 那到目前已經達到250億的產值 那同樣的我們今天舉辦的這個烘焙的創業的演習 我們也希望所有參加這個 演習班的各位僑界的朋友 回去以後 能夠以這個作為事業發展的基礎 大家都有一個事業來創新 那也可以利用在這個演習的一些技術 來在海外交一些朋友 那我們這次非常感謝 中華國內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 各位師長們給我們的協助 感謝各位僑界朋友會來參加 全球央廣的聽眾朋友 我是台灣中華國內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 傳統食品組 我姓黃 黃雲霞 大家好 好 老師幫我們介紹一下 您這一次僑商烘焙班 主要傳授的是什麼樣的課程呢 我這一次教他們的是中式的這個發酵面食的部分 包括傳統的紅豆烙餅還有雙色饅頭 以及創意的包子 好的 老師那這些課程 您是花了一天的時間來教導嗎 是 我花了一整天的時間 是三天的課程當中應該是最辛勞的一天 怎麼個辛勞法呢 因為我真的是從頭開始教起 從米 因為我有把米食 我們台灣的米食 像油飯這樣的東西 也放進了我的包子的餡兒裡面 我用雞肉去把它捲起來 所以我都不是半成品 因此他們在操作的過程當中是非常辛苦的 就是比較累 因為他們有的人 並不是從事這樣的相關的行業 是 老師剛剛有學員提到說 做包子 做完給像石頭一樣硬 其實做包子有哪些秘訣 可以又好吃又鬆又軟呢 其實包子饅頭在我們傳統食品 尤其是中式傳統食品裡面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食 那其實在很多沒有學習過的這些朋友 在操作的過程當中 其實對發酵這一段是最沒有辦法掌握的 所以我用了最簡潔的一個方式 就是我有跟他們介紹 不管是用糧桶或者是用糧杯 就是有刻度的一些器皿 然後把發酵的麵糰放進去之後 我請他們用時間去看他們的發酵狀況 然後依照這樣的一個 因為每一個人來自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食材 所以我教他們怎麼樣用他們的方法 用最簡便的方式 然後去觀察發酵的情形 像這一次食物組的同學 沒有任何一組饅頭縮掉硬掉 對很多人來講 這是很難去想像的 就是他第一次操作 他就可以做得很好 那是因為我們教學的經驗 告訴我們可以用最簡潔的方式 告訴所有的這個學習 發酵面食的朋友怎麼樣 很容易就成功了 是 那秘訣是什麼 秘訣其實真的就是時間的掌握 只是一般人覺得 時間到底在哪裡 那我們就用這個數據化的兩桶 告訴他們 發酵到 像這一次我是請他們發酵到兩倍 就是你放進去的時候 如果是50公克的話 這個毫升然後是50的話 那就是發到100CC的這個位置 就可以進蒸箱去蒸 那出來的產品完全不會有縮皺 或者變硬的現象 那一般人是因為他都不曉得 到底要發多久 他也沒有一個這個 標準化的霧器去量測他 所以他會掌握不住 對 就這樣 其實不會太困難 OK 好 老師其實這幾天 大家的相處下來 老師對這個 這個華商班 這個烘焙班 有沒有什麼樣的看法 因為我覺得他們都好活潑 我這一次來自全球的華商 其實真的背景都不完全一樣 但是呢 他們給我的感覺就是他們 向心力很好 雖然時間很短 但是就很能夠一團和氣 然後不分彼此 互相的這樣支援啊協助 所以這是我帶過華商班裡面 讓我覺得氣氛最融洽 而且最開心的一班 我覺得他們真的不太計較 就是辛苦一點累一點 他們都願意支持下去 因為我覺得他們應該也是覺得 機會難得吧 對 老師有沒有什麼難忘的事情 對於這一班 難忘的事情啊 我真的是覺得說 互相支援這件事情 讓我 因為彼此並不認識 然後學員長 因為他是自告奮勇 要擔任學員長的這個工作 他剛剛也在結業典禮當中 也說因為他甘願 所以他不怕辛苦不怕累 然後不斷的去磨合 我覺得其實不認識 然後尤其又要這樣做 這個不同領域 然後大家都很想要學習 很想要操作 然後他就會去分配 然後把這個磨合盡量降低 然後帶給大家最大的歡樂 因為他應該是從事 旅遊工作的關係啦 所以他很能夠帶動氣氛 然後副學員長裡面 像楊明勳先生 許勝凱先生 還有杜蘭英小姐 畢竟他們都在這個行業 畢竟都是行業內的人 所以非常清楚這個行業的 辛勞在哪裡 所以他們很願意 去cover很多的工作 幫大家分擔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 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他們能夠這麼順利的完成 應該是功不可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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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